王妃 再使点劲儿 孩子马上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好 出来了 王爷 王妃生了 是个男婴 恭喜王爷许天世子 快给我去看看王妃到底怎么样了 王爷 王妃原本身子就弱 再加上情绪过于激动劳累过度 孩子早产恐怕是今天 我问的是她的人 王妃迈向很乱 一时间还找不到医治王妃的办法 现在毒素已经蔓延开来 恐怕情况危急呀 王爷 王爷息怒 王爷息怒 若是你们都救不了她 就统统去死 王爷 赵志林 孤王不要你死 孤王要你活下来 你的生死 只有孤王才能决定 你再等等 孤王一定会救你的 王爷 全都下去 是 孤王 孤王 你疯了 孤王 来人 吩咐太医 将这些入药 注意控制药的剂量 若是王妃出现任何差池 叫他们提头来接 你虽然服输过全天下的异草 你也只是个普通的人啊 你听听医血的入药 你有多少血可以折腾 那我也不能让她死 你如此大费周章救她活 真的只是她是侧妃的药引 还是因为其他别的 我因为因为她受了这么多折磨 如果她就这么轻易地死了 岂不是便宜她了 你爱上了赵志林 没有 我没有爱上她 我也不会爱上她 好 那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就随便听听 她虽然会活下来 可是因为你的原因 她会生不如死 什么 你不是说我的血 可以缓解毒性吗 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没有 花园的药 我已经配好了 等花园好了 她的死活 都和你无关了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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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是你吗 母亲 母亲已经死了 母亲已经死了 滚了 看你这么生龙活活的 想来也没什么事情了 你害死了我的双气 还害死了我的孩子 孩子早产 不会再担心 孩子没有死 但是 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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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子 孩子比你的性命都重要 你们所有人 给我照看好王妃 若是王妃有任何差池 我让你们所有人脑袋着地 是 不可能 赵志玲是怎么活过来的 小姐 您消消气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我给他下的毒 看似和平常人一样 但只要情绪激动 毒发之快 必死无余 没有人能察觉到 他是怎么活过来的 难道 连老天都在帮他吗 我听说王爷 让人准备了好些血质 应该和那个有关 这个贱妇 小姐 您消消气 您忘记了 还有这个呢 是 我正愿 没法解决这个大肚子 提前准备好死胎 咱们做戏 就要做全套 姐姐 你好些了吗 你难道不想知道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你知道什么 也没什么 不过 就是前段时间 在你的药里 下了点毒 并告诉姨娘 听风谷有你的解药 没想到 这个疯婆子当真去了 你 你竟然敢打我 赵志明 看到你疯狂的样子 真让我感到开心 你没想到吧 你爹的死 包括你中箭 都是我设计的 他也是你爹 你怎么恨 他才不是我父亲 我父亲其实是赵青山 也就是你父亲 污蔑前宰相的独女 都是败他所思 害得我全家上下69口 只剩下我一个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所为 是你害我和我双亲 阴阳相隔 是你害我孩子 差点丧命 是你害我被沈默小折磨 我杀了你 衬 和柳 黄云 乖子 黄云 黄云 求求我们 söz 的孩子 黄云 黄云 快 交大夫 狗手 王爷 侧妃落胎了 是个成型的男婴 王爷 这要如何处理 来人 把那个剑妇给我绑过来 跪下 你个毒素 姐姐你别害我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求求你不要伤害我 别怕 有我在 王爷 你大胆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放心 他要是再敢动你一下 我就当场杀了他 王萧哥哥 我可以说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一定不能杀了姐姐 王爷失去了爹和姨娘 先又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我不能再失去姐姐这唯一的亲人了 好 我答应你 我本来 我本来 是想去看看姐姐身体如何了 却听到 听到她和音频说 她的孩子 不是您的 你胡说八道 你差点害了我的孩子 王爷 孩子真的是你的 王爷 我赵芝林 再次发誓 如若孩子是他人的 我便五雷轰顶 永世不得超声 王爷 当时我正在鬼灭那里 娶小姐的新药房 根本没有和小姐在一起 你要是不信的话 一问便知 王爷 奴婢要告发王妃私偷 会来后宫 罪不容诛 公归森严 青岚不得信口赐话 你既说姐姐私偷 那奸夫是谁啊 向将军 向将军从小 和姐姐一同长大 青梅竹马 日久生情 也是难免的事 但这情 也只是兄妹情吧 可不能恶意揣测姐姐 小姐 您说对了 向将军和王妃 孽情深重 始于孩童 不可恶意揣测姐姐 姐姐和向将军 年龄相仿 青梅竹马 两才女貌 被人误会也 你们这七嘴八舌的 说我家小姐 有什么评证 奴婢当然有评证 王妃进宫前 向将军还曾上门提亲 王妃的奶妈就能作证 此人就在外面候着 进来说话吧 奴婢给王爷 王妃特费请安 臣妈 你怎么在这儿 奴婢 奴婢 王爷 神府落寞后 臣妈流落街头 被我四处收留 娶为婆娘 臣妈有成年腿急 可否自作 多谢王妃关心 奴婢不敢 奴婢不敢 臣妈 我问你 昔日你在神府的时候 向将军 曾有向姐姐提亲 王爷面前要大声回话 是是是 王妃嫁入王府前 向将军曾特意从沙场回来上门提亲 不过 不是当着老爷夫人的面说的 是在王妃的闺房里说的 王爷 奴婢在神府做丫鬟的时候 还曾听向将军说 他不介意和皇上睡过一晚 只要 只要初夜留给自己就行 你 混账 胡说 混账 胡说 奴婢不但有人证 还有让王妃无从辩解的物证 这不是向将军之前 和姐姐私会掉落的香囊吗 虽说 这香囊是姐姐亲手给向将军绣的 但此事早已翻篇 你现在拿出来干什么 小姐 那日事发后便无人在意这个香囊 谁知 我最近好奇打开看 竟 竟发现了里面有女子落红的手帕 什么 快拿给王爷看 王爷请看 王爷 小姐未出阁 前大门不出二门不卖 姐身自好客手女德 而向将军久居沙场 就在小姐将入王府前 还在与匈奴征战 何来清兰说的那般不堪 再说这落红手帕 是不是猛人自己和外面野猫野狗的 也未可知啊 你 全给我闭嘴 你说 王爷 臣妾问心无愧 要杀要挂 随王爷开心 姐姐一身正气 妹妹深信不疑 至时 小世子作为王爷的血脉 又是王府第一个出生的孩子 王爷寄予厚望 事关千秋万代 实在不能不仔细啊 那你说 怎么才叫仔细 只怕 需要滴血燕钦 臣妾以前听鬼灭大人说过 所谓滴血燕钦 就是将两人的血 赐在同一器皿之内 若相容则为钦 否则便没有血缘 此事其实也不难 只是 有损王爷贵体 臣妾不敢啊 王爷 这法子断不可行啊 王爷欲提怎可损伤 王爷可曾想过 若是王爷与小世子 真的滴血认亲 就算是证明了 小世子是王爷轻生 若是将来小世子 长大后知晓 定会伤了王爷父子情分啊 并且 若是王爷真对世子 寄予厚望 世人也会对妻家已诟病啊 正是王爷对世子寄予厚望 才不能不厌啊 否则真的有什么差池 王爷岂非所托非人 把整个王府都拱手他人了 臣妾六岁时 曾和王爷有过一面之缘 曾经以为 跟王爷情愿深厚 以为嫁入王府后 定会如其他恩爱夫妻般 举案其美 谁知一直被这个贱人算起 沦落至此 早知王爷被蒙蔽至身 情愿当初一死了之 只要一事 便知真相 王爷要是 便是真一心臣妾了 世子早产 现在危在旦夕 已经经不起如此折腾 如果你真的要是 可否等孩子长大现在是 时光皇家血脉不可呆慢啊 谁敢动我的孩子 我就杀了谁 小姐 你若真是清白 又何惧燕青 谁都不能动我的孩子 不能 小姐 千无多怒 你要当心自己的身子 将世子抱来 你 去准备低血燕青的东西 不可以 不可以 小狮子红栈 给王爷请安 这小狮子 轻轻自以低血 王爷 你真的忍心 对这么小的孩子下手吗 何况他是你亲生的 他万一有个好歹 谁来负责 我来负责 你不配当孩子的父亲 还不快应 是 两叠血 并未相容 这不可能 孤王但你不保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绝不可能 你这次 真的让本王失望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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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 这水有问题 这水一定有问题 这水有问题 这水一定有问题 这水一定有问题 王爷 这水有问题 这水真的有问题 王爷 沉浸的血也不能相容 你快来看啊 王爷 真的不相容 这水有问题 肯定是有人动过手脚的 王爷 王妃是清白的 这孩子是您看着王妃生的 痛不能有假啊 王知道 医书古籍有助 水中加醋 虽是亲生父子 也不可相容 可若加入白凡 不是亲生父子 也可相容 王爷 此水有酸涩的味道 想必 是加了醋的缘故 王爷 此人居心 刻意想见 王爷 刚才为了宫云起见 是在侧妃宫中准备的水 臣妾准备的水 绝对没有问题 是吗 我记得侧妃 好像颇懂医术 王爷有所不知 侧妃乃是我学医时的同门 是我的小师妹 师兄 你 侧妃 往日我念在同门情分 偏袒你几分 如今你竟敢对王爷的子嗣下手 就是和我毁灭作对 臣妾若用此招 一定会被发现的 极非太过冒险 臣妾没有那么愚蠢 王爷 此招虽险 胜算却大 一旦得逞 所有人都会认定 小世子是向将军的儿子 又有谁还会在宴呢 优优务 感谢观看